所以我就不去 谁会成功 贴上 бы sa haber! 现在需要有个哥伴告诉他就是不能够 被威笑跟他说 呃 被拉到了,而且晕霉了 这样好业过来好业是有6的 波炎过来之间 这个有点没有操作空间了 是的没法操作 包过来了 有TP 但是技能都很多啊 留不住的 都有闪现去顶布龙 根本留不住 这不行招个闪呗 大招在闪最稳的方式 反砸一套 炸太人也挺为炒炒的 那野区 左下的野区 好业你怎么在那儿啊 他不是跟中单分开的呀 这么中单去下 你去这边也去了 要月塔了 安妮有TP的 有TP 赶紧过来救 会被扫死吗 有吃点屎的护盾 人也保下来了 发现换得很及时哦 这不再往前走出事了 被大道歉大招 那走不了了 纪律性这块没有的 纪律性这块还是要锻炼的 蹲住了 再等人 拼信号了 人很多 得跑得跑 知道不对了 后来吗 这个位置能留 第一个Q 尹琛 一走 但是被骑到了 有闪现 Q闪中了 自然中了 往后走 斯帕老贼过来了 但找不到人找不到人 还是被大起来了 这配合 哇配合很完美哦 兰哥的技能放得太好了 思路太清晰了 是的 大招还猜的 大招还猜的是 赛往后走的 可能阿妮在线上跟花条 对做消耗的时候 但是猴子他上六的时间 稍微有点晚 是 所以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能够双六去配合 确实两波都是把大招中路的 没配合上 你看这个第一个Q很关键 沿上去摸沿 而且踢出来这一脚了 对 给虚弱 然后大招直接开 对 一万个留人技能 全甩上了 小龙马上要刷了 而这个龙魂 对于OP来说 没有大的维也 其实不太好接的 我感觉这条路 他们甚至有可能放开 哎呀不要闪了 而且石头人没有急着交大招 闪现前拍他 哎你帮帮晕了一下 这样再撞 没交出闪来 被打起来以后 直接融化了 哇 好业这个先手 OC这个这种的全胜姿态 应该是要三件好以后 要来下 还想动威恩 威恩直接选择反打了 一威二 但是看到盲森就算了 逼个大 而且石头人也过来了 又救威恩 直接撞起来 没地方倒了 波也直接过来 而且没有操作空间呀 三抓一 三心还是没有机会交出来 没机会交这波 没机会交这波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OP 而且司马老子也等级很高 对 是个人在上路线 直接回家了的 还不走吗 包过来了 这个位置很有机会啊 而且绕进去了 直接开大招 反打蛋 但还是吃不住伤害 太痛了 三件套 而且正面打动这个大鞋的 想挤 挤不进去啊 这个视野全黑的 已经再打了应该 两个人就够了 现在慢慢打不着急 对于OP来说只能去换大龙了 直接去大龙 他感觉这个时间点 有可能是 看他们打进步步 小草包在绕 宝兰已经过来了 宝兰已经过来了 宝兰是跟着这个安妮的 直到小宝兰位置了 好快啊 这样打龙打下去可能会出事 这边得拉开先 但则晒的位置很尴尬 对面是带圆鼓龙过来的 六千选择大龙 一个没够着 先大惹晒 但是正面找小东北 小东北会没没吗 互相挖了个闪球 小东北没死 而且正面团应该打不了了 完全没有持续的伤害 身强系统过来 作为一个残局的收割 全要倒下了 OP这个智隆师 打大龙的速度有点太慢了 这样不拉的 双龙 没有双龙 拿到了远古龙 大龙没有选择拍 直接要往中推了 想一波 想一波了 主要确实人都 小东北都没能够 没秒掉 主要小东北反应很快 第一时间他其实一个穿梭伞把猴子大给回避掉了 嗯 第一时间一直在处理这个猴子的安妮啊 伤害都没灌得上去 哎呦 主要还是有远古龙 你要没有远古龙 你说拉扯拉扯还有点机会 还有这个风龙 你看这个八角卷完大之后 猴子根本跟不上他 跑风快 在双龙会真正的 真的在飘 三龙会 三龙会的一波团 要看OP最后怎么接得住 大招是不是砸得有点操之过急了 他在侧翼 子晒的位置 前两下都不去了 前两下都不去了 对很危险 又撞过来了 剑巴撩大直接被秒了 没有保命的手段 普拉扯现在势如破竹 想要直接一波结束 20多秒的远古龙 还能拖吗 小刀包也没有闪现在 炸的人现在炸兵有点炸不动 过来直接拆塔了 五个人真心站得很紧 OP 安妮这边也没有闪开前排 安妮大那两个伤害不够 红子也惊残 要先被秒掉 只要圆古龙持续时间还没有结束 但豪燕在扛塔 W闪拨人出去 这边也倒下 虽然扛塔扛死了 但是没有人能再防守这个主水晶了 死马老贼 在雪拳前的圣江系里 完成了最后的收割 拒绝绕二追赛 让我们恭喜Blood 最终混顶了2024虎牙LGC传奇杯的总冠军 是的 恭喜Blood 恭喜Blood 有你们的参与 有观众朋友的陪伴 才有这么精彩的一场赛事 感谢各位 也恭喜Blood 拿下了最后的总冠军 这么久的一个努力 值得这个冠军 是的 现在 请Blood 同期输入 现在 请Blood 同期输入 对 in